在今年的国庆表演中 除了国军联合表演 还加入花车游行嘉年华庆祝双十国庆 有的以中央机关或地方政府 还有的是以族群及民间信仰为主题 分三T次的花车游行 介绍多元文化的台湾 台湾是全球资源推生的国藩生 让我们一起努力 亲近勇性 在游行花车上 设计各种巧思 呈现每一政府单位的样貌 例如台湾电力公司 以海洋为底 载着风车绿建筑 呼吁友善环境及生态保育的重要性 紧接着是以地方县市的特色为主 像是桃源市原住民族人口逐年增加 成为桃源市文化特色的一环 此外金门 马祖 洪湖绿岛 还有兰宇离岛的人文风情 也会在国庆当天展演 而拥有多样族群文化的台湾原住民族 在国庆当天 也会借由花车游行嘉年华 呈现各族群文化的特色 记者普顺大陆台北市采访报导 看看我们怎样就找找找找找找找 thought 我是不是也会定找找找找找看 我们都说要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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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